一幅位于北京朝阳公园附近 号称是北京三环里面最后一块住宅地 最近被发展商以21亿人民币投得 成为北京的新地王 但是每尺楼面地价已经要7000元人民币 还未计算建筑成本已经贴近燃楼价 市场估计开卖时 尺价起码要15000元 现在京城二环的尺价高达1万元 最便宜的就是在南三环 也都要3000多元一尺 一般打工仔要买楼近乎是天方夜谭 来北京做事 今年29岁的小杨 虽然是在市中心的王府井上班 但是就要在河北厌家屋买楼 每天就逼个半钟头巴士 因为那会儿在北京是买不起 然后的话又想留在北京 所以说就会往北京的那些郊区去看房子 闲远但是没有办法呀 北京的话一直房价太贵 二次的话也没有购买资格 他说的资格是中央今年推出国五条的加强楼市调控措施 除了限制每个人只准买一层楼 亦都限制买外地人 必须要在北京连续做事五年才买到楼 这行规定亦都间接推高北京郊区住宅的需求 小杨08年在建郊用45万买的一个大约900呎单位 现在已经升值一倍 这一区周围都建房子的 原因就是这里是河北省 北京市和天春市的加价点 你这里买房的话 发展商会承诺 送业主一个天春市的户籍 其实在家里还可以装 北京市010字头的电话 所以今天不少外省来北京打工人来到这里住 而在广州楼价半年里有下跌的趋势 但有地产代理就说 只是由于发展商出招应付政府 就看到商合同 我这种价格 比如说我的朋友买3万的 公司都买2万 它就有5千元的价格 就可能会取取装修 或者工程款 甚至是会值的营销 有学者认为 不少地方政府是依靠卖地收入 来偿还地方债务 间接令到楼价高企 建议中央应该改革税制 让地方政府得到更多资源 减轻对房地产的依赖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 先前观看